拍打马来群岛的风浪 沐浴多元文化的阳光 踏着时代的旋律 南洋风云 所以你看在这个 他们搞这场运动的时候 他们除了我刚才说的衣服啊 有徽章啊 然后他们在这个汽车上面啊 在公共交通上面就贴了很多那个post 都是这个反罗欣亚人的这个东西 弄得非常的非常的激烈 在缅甸其实流传的是非常的广 虽然只是诺开邦的那个部分 但是他在整个缅甸已经造成了一个宣传的趋势了 在2013年7月份的时候 有上百个969的这个成员啊 在仰光就他们首都这个街道上啊 就收集签名呼吁政府啊 通过一项法令 什么法令呢 就是保护存种 这个种族存证法案 就是就是要所有的缅甸人 就是缅甸要百分之百的佛教 缅甸要百分之百的佛教 就是不容这个伊斯兰教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宗教 其实你看到缅甸这基督教啊什么教就是很少的 天主教也是没有 那么这个法令呢就禁止缅甸的佛教徒呢 和这个穆斯林通婚了 而且这个维拉多他也说 他说我的梦想是建立保护佛教的法律 就建立保护佛教的法律 是为了提议这项法律呢 我已经在各地发表了相关的这个演讲了 所以你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也是有一些感慨 就是说马来西亚也是 也是这么一个穆斯林为多的这个国家 他们呢缅甸呢 是以这个佛教徒为多的这个国家 都有一种就是过度的 可能有些极端的这种现象 比如说你要建立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法律 来统治这个国家 人家可能要建立一个 就是佛教的法律 要统治他们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呢 其实都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你毕竟你是一个 有其他族群的多元的这个国家嘛 那么所以维拉多所做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那些年代 就是很多的NGO组织 特别是来自欧盟的 来自美国的 在这些西方世界 他很多观察员 都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 所以维拉多呢 就在同一年的7月份 就登上了美国杂志 美国时代的Time 很有名的这个杂志 封面图像 就是以这个维拉多的这个图像 就是登出来了 而且上面写着 缅甸佛教徒恐怖分子的面孔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封面 就是把维拉多就标榜成了一个恐怖分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就是因为就是 当然是出于他们的这个角度 给了一个这么一个标签 是缅甸佛教徒的恐怖分子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维拉多呢 是不满的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满的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牵涉到很多 就是杀人 放火强奸 烧毁这个房屋 这个清真寺啊 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但是缅甸军政府呢 就是睁之眼闭之眼 就是也没有采取非常果断的这个行动 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一方面呢 缅甸官方呢 这随机呢 就当这个TIME这个杂志一出来 就是他就把它封了 就是抗议TIME的这个报道 就是抗议TIME就是批评缅甸政府 所做的这些这些事情 那在缅甸政府的背书下面呢 好多缅甸的民众啊 也走上街头去抗议 抗议美国人就是这个TIME 就把这个维拉多标签成成 这个恐怖分子 那维拉多呢也到处散布这个仇恨 就呼吁这个佛教徒呢 就团结一致 就对抗外来的势力 对抗这个穆斯林 就是他们要壮大穆斯林的这个威胁 他也在接受了 有一次在接受这个半岛电视台的采访 说自己的是缅甸的敏拉登 就是本拉登啊 他说他是缅甸的本拉登 他说我的斗争对于反制 这个反击制止穆斯林的这个积极扩张侵略 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穆斯林 把这个伊斯兰当成是他的这个敌人来对待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冲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在缅甸来讲呢 是有他自己本身的宗教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对于罗西亚人来讲的话呢 他们更倾向于 因为我见到罗西亚的难民的时候 我在好几个场合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说这不只是一个 不纯粹是个宗教问题 它是一个种族清洗的问题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罗西亚人 因为穆斯林它是有罗西亚人 它还有其他的人 包括这个印度的妈妈这些穆斯林 他们在缅甸在仰光 他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是罗西亚人呢 是受到最大的冲击的这一部分人 对 这其实更确确的说应该是种族清洗 这个词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之前这个历史 罗西亚人在敏甸的这么一个历史 但是现在又谈到我们国内来了 我们国内为什么在哈迪阿旺和纳吉 能够同台站在一起为罗西亚人来发声呢 其实呢 确实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为了我们将即将到来的大学做准备 我认同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很多人说你包括这个缅甸方面 他抗议的时候 他也提出来 就说你是为了选举 你才来支持声援这个罗西亚人 我对这样的批评我是认可的 我是认可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两年前当我们来批评政府 针对罗西亚的这个政策的时候 当时也是纳吉作为首相 那个时候 为什么纳吉你固守你的东盟原则 就是互不干涉内政的这个原则 你不去积极的去援救声援这个罗西亚人 不去积极的去批评缅甸政府 但是两年后的今天你居然开大会 在大会上面这个声援这个罗西亚人 去批评缅甸的这个政府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是你突然一夜之间你醒悟了吗 你比我们还慢两年吗 比我们的这个脑神经还慢两年吗 不是的 但很明显 就是说借这个事情来争取这个穆斯林 就是马来西亚国内的穆斯林的这个同情 以这个支持 那这件事情呢 是做这件对的事情呢 还是做这件错的事情呢 但我认为虽然你迟了 虽然你的目的可能更多一点是为了这个大选 但是作为这个声援罗西亚人 我认为还是应该的 还是应该去声援这个罗西亚人的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 能够重视 那不仅仅是你是开个会声援而已 我认为你还是要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步骤 所以我今天看来呢 纳吉在这一点上呢显得是比较虚伪 因为后续的东西你没有 你没有就是说真正就是为了罗西亚人 就是提供了哪一些方面的这个 帮助他们 帮助 帮助他们 帮助 帮助 这些东西你到底有哪一些的帮助 提供了哪一些的 你只是要缅甸政府 就是不要破坏 这些口号谁都可以喊 但在同样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了另外的一部分 就是我看到林冠英也批评这个纳吉是作秀 是是是这个要捞取这个政治资本 他说行行动党早就就是批评这个缅甸政府了 早就批评缅甸政府迫害罗西亚人了 而且行动党要在国会里面就提出这个议案 要要这个政府谴责缅甸缅甸政府来迫害罗西亚人 但是呢在这个国会里面提出议案的时候呢 就被人否决了 被国阵给否决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声援罗西亚人 怎么就成了你国阵 成了你纳吉的专利呢 我们老早就要就要声援罗西亚人了 所以这样子批评了 我觉得也是也是模仑两可的 为什么模仑两可的 就是说如果你 你虽然你行动党去在国会里面提议去声援罗西亚人 就是抗议缅甸政府 这个事情被国阵否定了 是国阵的错 是不想让你这个行动党去捞取这个政治资本 而是他单方面的捞取这个政治资本 但是在今天当罗西亚人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那么你也可以和马哈迪 就是林吉祥和马哈迪一起 也开个集会来声援罗西亚人 那也不过分 我也感觉可以 也是可以的 但为什么不做 所以我觉得这样说起来 实时上就是半斤对八两 大家都是为了捞起政治资本 只是说哪个觉得有更大的政治资本 那即觉得和哈迪坐在一起 开个会去声援罗西亚人 是捞取政治资本最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可能林吉祥不认为和马哈迪坐在一起 去声援罗西亚人 是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好事 因为当林吉祥和马哈迪坐在一起 去声援罗西亚人的时候 可能会在华人社会遭到一些不满的声音 会听到一些不满的声音 所以这个不利于他们去声援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罗西亚人的这个处境 非但不是我们从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立场上 来研究来声援来怎么样来帮助 来怎么样来给缅甸政府施压 让他就是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件事情 反而政治人物都来利用罗西亚人的这个悲剧 来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 然后这是我看到的 这是一个悲剧 是 这个世界永远是强者的 弱者永远是被当成这种背后的陪衬 或者是说妻子来来回的去摆动 然后究竟这个弱势群体究竟能够得到怎样的一种支持呢 也很无奈 对 但是从那个角度来讲 但是本身我相信纳吉祖这件事情 我站在大吉的角度 他得到了他的政治资本 站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角度 我感觉他说这个事情是有利于罗西亚人的困境的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也来看一下缅甸本身的这些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过去 养三素质都是一个什么人权自由民主的一个象征 一个icon一个偶像 对吧 而且在他还没有这个竞选之前 就是刚2012年就是缅甸就发生那个诺开的诺开邦的那个事件 强奸和这个惨剧的这个时候 他正好出访这个泰国 在泰国的时候呢 泰国记者就问他 他也就接见当时流浪 就是流亡在这个泰国的罗西亚的这个代表 就他说这个多数人应该照顾少数人 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罗西亚人是少数人嘛 就是我们应该照顾这个罗西亚人 这样的言论呢 可是当昂三素质说到这样子的言论的时候 他在国内就立马就受到了这个国内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这个批评 这也是 尔三素质就是搞这个人权斗争 那么多年以来啊 就是第一次 之前他这个搞人权斗争主要的对象 他的这个对面啊 是这个军政府嘛 民间他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支持 几乎是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这一次他 因为支持罗西亚人而受到了这个来自民间的这个批评 这是也是他这个料想不及的一件事情 在此之后呢 他就是我就回到这个缅甸 在去年就开始这个大选嘛 就要进行这个大选 那去年进行这个大选的时候 他素质的这个立场呢 就开始改变了 这转为就是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就说这个罗西亚人并非这个缅甸的民族等等的这些言论 结果越来越多的罗西亚人呢 的对这个反对派的这个起手 那素质呢就表示某种程度的这个失望 就觉得他的拒绝谴责缅甸政府 对罗西亚族群的这个非人道的这个迫害 国际社会也感觉非常的惊讶 就是为什么他这立场会突然就是有了这样的转变呢 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对政治呢 是比较比较陌生的 不能接受 其实政治人物往往就是这样 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他要改变他的立场的时候 他是没有什么信号给你的 但是你必须知道 这些政治人物往往他是追求的政治上面的最大利益 他最大利益是什么 就好像我们说刚才纳吉他为什么两年前 他不去公开的去声援罗西亚人 两年后的今天突然跟哈迪亚旺站在一起 来声援这个罗西亚人 他所要的是政治上面的利益 所以纳吉和昂山素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希望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在一个很公正或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一定白一定全都是白 不一定黑一定全都是黑 里边掺杂了很多错综复杂的这种人际这种国际关系 还有这种内部的一些交易 还有宗教 宗教还有文化的一些因素存在 那么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也许他也有他的一个正面效应 也有他一个负面效应 但是我们能够在这种权力之间 能够让他运作的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发展 这是或许我们可以想看到的一个可以期望的一个结果 是的 而且国际社会现在对这个罗西亚人的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最近联合国的一些官员一直在抨击缅甸政府 还有缅甸政府停止对这个罗西亚人的这个迫害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些中文媒体 都尽量的弱化 或者是不报道这个联合国对这个罗西亚人 就缅甸政府破坏罗西亚人的这些言论 就反过来呢 就是拿一些就是两年前你到Google去search的时候 你还看不到就是中文的任何文章 或者英文的文章里面有关于这个说 罗西亚人是是怎么怎么不好啊 怎么怎么坏啊 怎么怎么残忍啊 这些你都看不到 但今天你都看到了 很多类似的文章都出来了 就是说罗西亚人本来就是非法的移民啊 然后给了公民权之后 还要杀人放火啊 什么强奸啊 什么一大堆的 就是抹黑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民族 就是说今天罗西亚人在海上飘 今天罗西亚人成为难民 今天罗西亚人被迫害都是他们自找的 用这样子的一种一种似是而非的这种说法 来为这个缅甸政府就做这种开拓 那为什么要为缅甸政府做这种开拓呢 是基于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目的呢 现在你就自己去去想 自己去考虑 跟两年前完全不一样 两年前当我们来提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找遍了整个网络里面 都很少涉及关于到这个罗西亚人的这样的问题 除了是联合国NGO组织的一些专门的这些文章 和揭露的一些事情之外 但今天呢 就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 人家拿这些似是而非的事 你看这是历史 历史是这样子的 就是重新写 所以你看在这个问题上 我还记得也是早两年 这个奥巴马不是来过一次马来西亚吗 曾经在这个马大做一个演讲 在演讲里面曾经说一句话 当时这个媒体 特别是中文媒体 马上就把他拉出来 把他就报道 那个奥巴马说一句什么呢 他说这个马来西亚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非穆斯林没有获得平等的机会 那缅甸也不会成功 如果穆斯林受到打压 但这个媒体就把后面那句话呢 就忽略掉了 这只要前面那句话 这报道的时候 这只报道前面前半句 就不报道后半句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的一个现实的状况 你看就是对任何一个事情呢 我们只要只看 我们想看的那一面 我们只听 我们想听到的那一面 我们只注重我们所得的那一面 然后 但是别人也依然在遭受了同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个平衡 一个平衡的一个观点 我相信 应该是也有他自己 为什么华文媒体会这样的一种报道的一个方向 也有他自己的一种考量 这种考量也出于宗教问题 也出于族群问题 对 所以 我记得在一个场合下 有一个 马来西亚的一个英文的媒体 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记者 他就说 他说 我20年前所写的新闻 和我今天所报道的新闻 是没什么两样 都是关于罗西亚人的这个事情 他说 罗西亚人所面对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引起我们大马人的关注呢 到底有没有引起整个社会 有责任的媒体 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呢 为什么我们能对在流动在身边的罗西亚人 所受的磨难 视而不见呢 这还是两年前 这个记者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他一直 要人家关注这个问题 一直 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 非常不幸的是 纳吉出来声援了这个罗西亚人 结果声援了罗西亚人 罗西亚人总算在马来西亚被关注了 被关注成这个魔鬼了 被关注成就是 这种杀人放火 是最有应得的魔鬼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我们自己 就是对这个对正义 对公平的一个认知是什么 对人道主义的这个认知是什么 现在罗西亚人所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人道主义危机的这个情况下 你作为一个缅甸政府 缅甸拥有八千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怎么能够对一个族群 一个群体实施这种惨无人道的 灭绝性的这个种族侵袭呢 这是这是任何一个 如果你是人类的一个分子 你都不能够接受和容忍的一件事情 那你不要拿这个话说 我们东盟之间有协议 缅甸就拿这个话说嘛 你违反东盟的宪章嘛 就是东盟之间是互不干涉 这是国家的内政嘛 当然互不干涉你的内政 但你到了你杀人放火的时候 你还真的能够视而不见吗 最重要的是就成批的罗西亚民众 他通过海上来到马来西亚 也来到其他的国家 这个问题呢 也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一些困扰 毕竟我相信每一个国家 也需要考量那现实的一种利益吧 这种利益就是我们首先要满足 本身的国民的一种需求 然后本身我相信马来西亚 也有很多贫困的民众 然后他们也没有饭吃 也没有地方住 同时也要接受一部分 来自于其他国家因为被排斥 因为被杀了而赶出来的 一部分的非法移民 所以这个问题上 在一个国家考量上 也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归于缅甸政府的一个态度 对 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我们人民 我觉得人民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是应该是反对 这种种族清洗的 我们应该是同情 这个被打压的这些奈民的 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多少 我们或许政府能够尽量的做 和国际社会之间 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就是我们站在 在国内的政治上 站在某一个阵营 而把另外的一件事情 也把它模糊掉 甚至把它弄黑 这个我觉得 首先我们就已经不具备了 这种公平性 这种公正性 我们就已经丧失了 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 公平性和公正性 我们在这个政治上面 我们就是一个还未战 就已经是败下来的 一个失败者了 好了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 然后 也请大家关注 罗欣亚人 关注和同情他们 对 同时我们要证实 我们的公正 虽然我们如果 尽管我们 这个可能在经济上 或者 行动上 不能做到什么 至少我们在心理上面 能够给人一种 精神上的这种支持 好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 改明天再与大家见面 拜拜